纠魔智大闹少林 虚竹挺身而出 却被赶出少林 英雄大会消封三第一阵惊中人 一位自诩精通少林72亿的吐蕃翻增 带着一枪炫耀之意来到寺院 一见刺激 一位和尚便以金刚砍柴场 迅猛无比的 攻向翻增的13个大学 然而纠魔智身手敏捷 轻松闪避 反手一脚将和尚逼退 和尚不堪示弱 手指如钩 连出三十 只取纠魔智的面门 纠魔智机密应对 放弃长弓转而用腿计反击 使得和尚狼狈后退 大理金刚掌 和尚毫不退缩 继续急速出击 但纠魔智察觉对方招式尚未成熟 虽用更为精深的技法 捏住其手腕 顺势上行至肩膀 一举撕下对方衣袖 致使和尚双臂失去作战能力 使得转而使用罗汉腿法 那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罗汉腿 紧接着 纠魔智展现了他的轻弓 飞升而起 单足绕过河上头顶 一脚将其踹飞 就在此时 戒律院手作旋技大势健壮 迅速出手 一掌击腿揪魔智 揪魔智未停攻势 猛推面前的香炉向旋技 旋技以大金刚拳法抵挡 却见揪魔智双掌增力 使香炉高速旋转 并猛推向他 旋技眼见不妙 急忙越过香炉 然而揪魔智反应迅速 连环腿猛踹其胸口 住手 方丈玄慈目睹这一切 惊讶于揪魔智在短短时间内 展示了如此多的少林绝技 不禁心生敬畏 既然揪魔智使用的是 少林寺72绝技 他便无法食言 只能按照事前约定 让他去藏经阁阅读经典 玄慈方丈的软弱 令人扼腕叹息 他的防御技巧 如袈裟伏魔弓 和大力金刚掌 未见施展 与揪魔智的较量中 显得无力回天 相比之下 玄慈的师兄 玄空大师 则显得刚毅许多 作为藏经阁的首作 他坚决反对 揪魔智的入侵 并且严厉地批评 玄慈的决定 玄慈在尴尬和压力之下 不得不再次请求 玄慈师兄 就让他进去吧 不行 揪魔智见玄慈态度强硬 指责他以下犯上 玄慈却深知 少林基业创立奴义 绝不能毁在自己手里 于是做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决定 进去 我就要断炮还速 正式离开少林 玄慈大师为了 保护寺庙的圣地 选择断绝僧礼身份 还俗为俗家人 从现在开始 少林的事与我不关 我的事也与少林无关 这一决定 令他脱离了少林的束缚 他以龙爪手为其首饰 随后变化为八式擒拿 精妙绝伦的 弓相揪魔智的三大要学 揪魔智伸手不凡 巧妙地避开了玄慈的攻击 两人的战斗 随后在地面继续 玄慈打师 汇集全身的真气 招式多变 最终使出了 威猛强硬的多罗叶纸 但不幸的是 尽管招式霸气 真实的战力却稍显不足 仅三招之后 就被揪魔智 以双脚莽踹 重重地击飞出去 虚竹剑撞 立即纵身跃下 以为妥掌中的山文护法 将揪魔智机退出束部 你用的不是少林武功 只不过是无上神功 少林高僧见虚竹出手 全都凝神观战 要看他的武功究竟如何 而揪魔智剑虚竹 竟然破坏自己的好事 立即栖身上前 一般弱掌强功 哪知虚竹有北冥真气虎体 他的拳法魅力一惊荡 便如横河入海 全被虚竹吸收 揪魔智大吃一惊 只能加快招式强功 只见他接连使出之无定之指 取反倒指 寄灭抓 因陀罗抓等六七门少林神功 可都被虚竹划于 六路天山折眉手中 并被双掌击退 少林寺 还是要靠外面的武功 在那场经典的较量中 九魔智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 他的每一句话后都急忙退场 这与他那土藩国师的威严地位 大相径庭 这场战斗原本是虚竹的辉煌时刻 然而受到四十年前的技术和调节限制 未能完美成见的应有的精彩 九魔智连续击败三位高僧 竟全屏脚踢完成 让人质疑是他的实力不足 还是动作指导未能发挥作用 好在虚竹最终战胜九魔智 揭露了对方所谓的少林七十二绝技 不过是借助逍遥派的小屋相攻之力 这也为少林寺稍稍挽回了些许面子 虽然虚竹为少林寺立下的汉马功劳 但因其多次违背戒律 最终还是难免被逐出四门的命运 正当这一切发生之际 大理镇南方段正纯 携带着丐帮装弦剧的英雄铁突然到来 自告奋勇 要主持所谓的少林英雄大会 这让玄子方仗一时间完全猛圈 因为少林寺本没有计划举办此类大会 即便有 也应由他这个东道主来主持 段正纯的提议让玄子哑口无言 他不知道的是 这场以少林寺名义召开的英雄大会 实际上是慕容副通过装弦剧操纵的阴谋 意在夺取武林盟主的宝座 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少林寺英雄大会的现场直播 我们即将为您一一介绍今天的重要嘉宾 首先亮相的是来自姑苏的慕容副 这位大燕皇族的后代 自幼承载着复兴家国的梦想 尽管大燕王朝早在六百多年前已经灭亡 但慕容副依然只在复兴 他以其深不可测的心机 在幕后策划了这次英雄大会 却表面上装作无辜的模样 听说今天这里开武林大会有这回事吗 听到这番让人不忍直视的话语 真想冲上前去教训他一番 把他直接推出门外 紧接着 让我们迎接另一位风采卓卓的嘉宾 他的登场无疑是令人瞩目 场下一片喧哗声钟 忽然响起一声震天的质问 谁说星宿派的武功 胜过丐帮的降龙十八掌 随即伴随着如雷的提升 肖峰率领的燕云十八旗 如疾风暴雨般冲上山来 他们身着统一的玄色搏战大场 人矫健如虎 马雄壮如龙 气势磅礴 正如烟尘中的战神 然而 可惜的是 这版的出场基本没有气势可言 唯一让人稍感兴趣的 可能就是肖峰身后那位戴着詹帽的随从 刚踏入会场的肖峰 目光立刻被人群中的阿子吸引 他急忙将他招至身边 却震惊地发现 他的双眼已受重伤 丧失了光明 原来这是丁春秋的仇恶手段 愤怒之下 肖峰遇向丁春秋复仇 正当他冲向前去时 一只手突然按在他肩上 回头一望是岳父 瞧吧 这段郑纯莫不是被女人 你的脑子不清楚了 你主持武林大会 现在让肖峰杀了丁春秋不更好吗 你为啥要阻拦 更何况 他还是为你的女儿报仇 随着寺院钟声响起 正当段郑纯准备开启会议时 丐帮帮主权冠青突然打断他 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场中的尴尬局面 在下想趁这么多英雄在这里 首先除掉江湖败类 然后再开这个英雄大会 众人心中一领 明白他所指的是肖峰 肖峰的弟兄们 剑庄欲要护主前冲 却被肖峰制止 肖峰迈步前出 沉生反问 我做了什么败坏江湖的事 今天这场论变 权冠青无疑将挥洒自如 他不仅要讲述肖峰 如何在巨贤庄中挥剑决战 更要分析肖峰如今 作为大辽南院大王的角色 以及他手中的兵权 如何可能变成威胁大宋的利刃 肖峰也是运气不好 话说肖峰原本只预料到 与慕隆富的一场公平较量 却未曾想到局势突变 变成了三敌一的不利局面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三重包围 肖峰毫不畏惧 气势如虹 好起冲天地吼道 慕隆富 庄巨贤 丁老怪 三位一起来吧 这番话语无疑展现了 他的英雄本色和不屈不挠的勇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岁 hyperOhhh D внутри 白户 环具 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